銀絲,一直是戰爭雷霆中很重要的交易貨幣 你有著花不完的銀絲 就代表你擁有買光遊戲中所有載具的資格 但,現今的生態讓銀絲很難取得 天價的維修費,慘淡的收益 多兩百萬載具加上培訓費用 讓賺錢是難上加難 但沒關係,今天跟著我看完這部影片中的兩種方法 之後就讓你有著花不完的銀絲 讓你戰爭雷霆帳號步入財富自由 首先,我們先進入我們的道具倉庫 在裡面你應該會看見很多的合同 這些合同代表著不一樣的挑戰 每個挑戰要你完成的事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去看看再決定要參加哪項 這邊建議選擇五殺合同或是十殺合同 押金我則是選擇負最多 這兩個合同我覺得是最好達成的 因為在歷史模式下幾殺數都是乘以兩倍 因此一場只要拿到三殺或五殺即可 合同都有它的階段跟失敗次數 如果你這場戰鬥沒有達成要求的話 就會被納入新階段戰鬥沒有達成 超過失敗次數挑戰就算失敗 你會拿到你達到的階級的因斯數量 那我們這邊選擇五殺合同給大家示範 對列就選擇你們最習慣的載具即可 那我們開始吧 三殺猛 三殺 sty and half 三殺 … … 你為何會打你嗎 WHY們會打你嗎 ? …… 快 maravil 二殺 他躲在看媽的 他躲藁 他躲藏 他躲藏 不能 沒力 沒力 不 他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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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一個 - - 正常的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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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让手 快走 万一 万两 万一 万一 万 explain 万一 第一种方法它的优点有 1.无课玩家也能参与 2.最后奖金很高 而它的缺点是 1.不适合新手 2.需要比较多时间去游玩 3.失败后会很挫折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方法 首先,先买下高账 以及选择你要用来赚隐私的金载具 如果是第一次购买金载具的玩家 建议购买你熟悉玩法的军种载具 如果是抗军 我会推荐美国的A2D 德国的BB-238JU-288C 以及苏联的B6 如果是陆军则推美国的T29 德军的KB1C 苏联的KB1E 金载具不一定要满最高阶 因为高阶生态更为复杂 开金载具没错是死掉也是会赔钱的 你只够用就好 加入战斗前记得先开一下加成 那我们开始吧 Bomb has been planned Bomb has been planned Bomb's Cup Bomb's Cup communism には Bomb's Cup 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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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搞我啦! 啊~~~ 第二種方法的優點有 1.賺錢快速 2.可以用無腦打法 3. 賺錢時還能研發載具 缺點有 1. 要花錢儲值 然後就沒了 以上方法歡迎大家去嘗試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豐哥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所以我就馬上會開十分